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台海局勢 話說拜登就派遣了一個 由三個人組成的非官方代表團出訪台灣 在明早 這個三人代表團就會跟蔡英文會面 這當然讓大陸方面為之氣結 《環球時報》甚至乎是一年兩日出了社評 來批評美台之間的交往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這個非官方代表團 是由哪三個人組成的 包括前參議員多德 前副國務卿亞米蒂奇 以及斯坦伯格 其實這三個人都是在美國政界裏面 混了很多年 尤其是前參議員多德 就是拜登多年來的老友 所以這個團 名字叫做非官方代表團 但是實際上 跟拜登委任了三個人 做全權特使出訪台灣 就沒有分別了 大陸方面當然就是被激到 紮紮跳 在今天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就出來說 說美方在台灣問題上 對中國 是有明確承諾的 要求美方 不要再對台獨勢力 發出錯誤信號 對於美方代表團的 所謂非官方性質 馬曉光就說 官方或非官方 都是騙人的紡紙 無論是說什麼的藉口 或者掩飾 都改變不了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只會加劇了台海局勢的緊張 大陸方面都只能夠打嘴炮 之前 大陸曾經警告過美國 說不要再派遣一些官員 到訪台灣 否則的話 又說要派遣戰機 去台灣島的上空 如何如何 但是現在這個他說是非官方 當然美國方面 派遣這些所謂非官方代表團 無非就是要擺姿態 就是要表達出要深化跟台灣的關係 你說會不會 在這一次的行程當中 達成到什麼的實際成果 當然就要看明天 我經常都相信一件事 說什麼是不重要的 因為那些是面子的 實際上你做什麼 那些才是真正的底韻 所以派遣代表團出訪台灣 本身的姿態 沒有什麼特別 反而來講 究竟這個代表團 在明天見蔡英文的時候 能夠 談得到什麼 實質內容出來 這個才是重要的 至於拜登 派遣非官方代表團出訪台灣 這件事 究竟本身 是不是一個 美台關係的 大突破 我絕對不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在特朗普總統的執政後期 他就陸續派遣一些 在任的高級官員出訪台灣 官位最高的 就去到衛生部長 叫做阿澤 所以 你說 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拜登現在派遣的全部都是舊電池 那些已經是 退任很久的政客 雖然這三個人是拜登的資深老友 但是如果從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角度去看的話 那就是有多少降格 因為以前也派到內閣成員出訪 現在反而派遣一些閒人出訪 所以你說這個擺姿態本身 有沒有值得吹捧 是沒有的 反而明天究竟談到什麼成果出來 才是重要 另外一件事就是 拜登如何處理烏克蘭的危機 也會對於台海局勢有間接影響 大家知道拜登在上任初期的時候 對俄羅斯是非常強硬的 他曾經在一個電視訪問當中 稱呼普京是兇手 令到本來已經緊張的美俄關係 進一步惡化 俄羅斯也傳召了駐美國大使反國 好了 來到今天 拜登主動跟普京通電話 而在這一趟的通話當中 拜登就提出了 要跟普京在一個第三方的國家 舉行美俄峰會 克里姆林宮就說 會考慮拜登所提出的建議 好了 現在拜登這樣擺下姿態 主動去約人出來說話 令到不少外媒 甚至俄羅斯自己都認為 拜登的做法就是展示了他軟弱的一面 而且有些俄羅斯的反對派就出來說 在白宮最新的那一份聲明當中 竟然是隻字不提俄羅斯的人權問題 究竟拜登能不能夠解決得到烏克蘭危機呢 希望他能夠搞定 不然他就肯定被人吃著上 因為普京也是看準了他的軟弱 才說會 從兩方面來包叉烏克蘭 才說會向邊境 派住8萬個大軍 還要找盧卡申科 在白俄羅斯右派軍隊 這些根本上是非常挑釁的做法 到底拜登怎樣應付呢 這就是對他相當大的考驗 現在 在約談方面他就先輸了 究竟到談的時候又怎樣 那個才是見真章 當然大陸也會密切注視整件事的發展 因為緬甸一波 現在烏克蘭又一波 到底下一波又到哪裏呢 個個都是看準拜登的軟弱 接著我們就看看環球時報的社評 這兩天是怎樣來評論台海的局勢 在前天的社評當中 就提及到 中國大陸方面需要做出適當的反應 增加美台 那種反過來的壓力和風險 進一步刻劃出 他們挑釁將會付出相應的代價的台海邏輯 在極端的情況下使用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 這才是中國大陸的真正王牌 中國的軍事力量 隨著綜合國力不斷增強而增強 使得這個威懾 越發真實可信 今後 中國唯有更有力地使用好這張牌 才能夠阻止台美不斷加馬冒險 將下一步塑造台海局勢的主動權 勞勞掌握在大陸這一邊 還是說到要好好利用軍事牌 來阻止台美關係進一步升級 但是他說的這個軍事牌 其實是用於震懾 他不是說禮真的 因為當中就有一句 說要使到這個威脅越發真實可信 即是要令到別人相信大陸會使出軍事這張牌 但是到底他用不用呢 他沒有說明 接著那段就說 大陸的軍機擾台和飛越海峽中線的數量規模 和對於台灣本島的貼近程度 都可以調整和加碼 另外 相信解放軍已經做好了 派戰機飛越台灣島上空的充分準備 在美台歐連升級的情況下 這個行動隨時可以製出 這樣就將會強烈震撼民進黨當局 和整個 台灣社會 究竟這個招數是不是真的會出呢 因為一派遣軍機上去台灣島上空的時候 台灣就不會說 讓你這樣走去耀武揚威 他一定會作出反應 甚至乎是會將這個戰機擊落都有之 到時就極有可能引發出戰爭了 到底大陸方面是不是已經準備好和台灣的戰爭呢 還有一個就是到底大陸是不是已經排除得到 美國是不會在這場戰爭當中 參加對台的支援行動呢 大陸方面認為 就算美國會支援也好 大陸一樣是不怕的 分分鐘會將局部戰爭變成全面戰爭 這個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另外 橫氏又提到 除了在軍事上 大陸還有外交牌 經濟牌 繞開台灣當局和島內民眾直接接觸牌等等 如果美台不斷走遠 北京再拿下幾個台灣邦交國 應該不是難事 北京自己承認了是有撬長腳的 就是有想撬走台灣邦交國的傾向 事實上來說 自從這個所謂台北法案 通過了以後 美國就已經是著力地 馬實台灣目前的15個邦交國 當然有一個就是梵蒂岡 那個就是動搖得很厲害 但是另外那14個國家 其實 很多都落入了在美國的勢力範圍之內 尤其是加勒比海國家和 太平洋國家 其實根據之前一兩年的經驗 如果大陸方面對於這些國家是有接觸的時候 美國一收到封就會馬上 打電話給這些國家 就叫他們想清想楚 就會以一個經濟的手段 去威脅這些國家 不要跟台灣斷交 因為 這些國家在經濟上 很高度地依賴美國 無論在他們的 出口貿易方面 或者有些國家 他簡直就是 長期接受美國的驚援 所以就是 握著頸 所以有些國家 他肯定就不會跟台灣斷交 就算 大陸怎樣叫長腳也好 台灣的邦交國數量很難是跌到零 所以大陸這張外交牌 就很難完全孤立到台灣 他起碼都會有 七八個這些 聯合國成員國 承認他的存在 至於說經濟牌 其實大陸對於台灣的貿易的逆差 就是擴大了 台灣就賺多了人民幣 因為受益於半導體業務的增長 大陸除非不買晶片 如果他要買的時候 他也是要向台灣買 所以經濟牌又怎樣打呢 還有就說要跟台灣島內民眾直接接觸 國民黨已經是 名字在台灣方面都照顧了不少 你還說直接接觸 有哪些人願意讓你直接接觸 這個也是 成問題的 就算真的能接觸 台灣人也不會當這些所謂的接觸是一回事 所以 究竟大陸還有什麼牌呢 我認為除了軍事牌之外 其他那些 都是只有港字 如果其他那些是有作用 一早就已經成功 孤立到台灣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